左边蓝色方 I am右边红色方 I g看一下这边 先扮掉了卡尔玛 天启 然后看一下I g这边 扮掉了寒冰 二半 这边I g的话 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扮的扮的英雄的话 怎么说呢 也多 也了解 也多是什么 因为这些队伍 这些这些成员 对大家来说太熟悉了 谁使什么好 大家也太熟悉了 想扮的东西很多 I g直接扮了一个龙王 扮掉了盐阙 I m直接扮掉盐阙 看一下I m这边 因为Roki这边 还是比较喜欢用盐阙的 看一下I m这边三扮 塔姆 或者可以扮个酒桶 扮掉了一个酒桶 然后看一下I g这边 对方是先选 这样的话 对方肯定是艾克 塔姆选一个 寒冰这边被扮了 应该会抢艾克吧 抢艾克或者 就如果他这边不扮的话 感觉I m这边 有可能会先抢艾克 所以这边要纠结一下 扮不扮艾克 万一对方放了呢 自己这边就拿着了 这个很堵 然后扮掉了一个冰霜女巫 I m这边要不要先拿一个艾克 或者拿一个人马 挖掘机都行 挖掘机 要确定吗 这个话其实还好 现在拿到一个挖掘机的话 也是对自己比较不错的 不过现在其实打野英雄的话 池子很浅 而且我觉得 放在外面的这个打野英雄 也是足够选的 对就是池子很浅 你十哪几个的话 差距都不大 就只是你相对来讲 个人顺手而已 对整个团队来说 其实差距不大 这边挖掘机还在商量 确定了 Ig这边 刚才是要拿克练吗 Ig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新英诚的玩法 要确定吗 第一场 第一次登场 可怜 换了 还是求稳一点 换了一个 进加塔姆的一个下路组合 纠结了一下 Roki这边 要确定进吗 这套下路组合还可以 而且这样的话 不会暴露自己的线上位置 还是比较科学的 之前一直看的都是 竞跟竞配巨模 对不对 一直都是竞配巨模 都有 就是最近的机场比赛 我们一直在说 就是保命强一点 他因为竞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麻烦的 看一下M这边 23选选什么 对方拿了一个下路组合 自己这边 等于是对方没有暴露线上 自己这边要拿天使 凯尔吗 噢 噢 雪鬼还稍微靠谱一点吧 凯尔有点感觉有点 有点瞎打了 拿一个巨模 那这样的话 前排的肉基本上就选完了 那从这个阵容来看 后两个应该都脆的爆炸 主要是输出 后排的输出 应该会选脆的爆炸 这边是拿到了一个 脆皮肌吗 脆皮肌好久不见了 拿了一个新的拉 换成维鲁斯了 这是什么套路 这难道是 换掉了 我就说这个套路不科学 换了一个维鲁斯 维鲁斯跟晋这个英雄 这两个英雄啊 讲道理的话都可以中单 都可以C 然后这边是拿到了一个蜘蛛 野蜘蛛 然后M这边拿到了一个EZ 还剩一个 上单拿到了一个船长 这套阵容的话 感觉 不太好打呀 换成一个轮子吗 这套阵容的话 完全是打阵地战消耗阵容啊 就没有 没有能够秒人的一个机会啊 完全是一个阵地消耗阵容 看一下IJ这边最后一选 维鲁斯和晋两个都可以中单 可以ABC 一会看一下他们怎么选择啊 应该是维鲁斯中单 因为他们下落 也不好说 我觉得晋座中单是没有维鲁斯 看一下他们最后一个位置 拿了一个圣 哇 这 就明显是把所有的核心 都放在晋跟维鲁斯身上了 把所有的重心 全都放在那边了 然后看一下他们这边位置 最后 维鲁斯中单 打一个Poke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 打Poke配合这个对抗血鬼 这套阵容远程的消耗能力 还是蛮强的 维鲁斯随便客一客 然后这边 晋甩个大 但是他们这边的单点能力也稍微差一点 双方 双方这边的话就是 都是靠打野 这边是靠蜘蛛控住之后 他们的控制还蛮多的 然后IM这边是靠蜘蛛绩 他们这边能控制的英雄都不多 两边能硬控的英雄都不多 应该还是两边 IM这边的生存能力比较强 感觉又是一个消耗局 IG这边的控制 是一个消耗局 双方看这个阵容都是消耗局 这个全都要发育 没有 哪个英雄要发育 没有一个能够上来直接起飞的 那圣维鲁斯的劲 发育 然后这边船长 噓鬼 EZ 都需要发育 我的天 这又是一个 一点都不奔放 打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稳妥的消耗局 可能是先试探一下实力吧 从这套中来看 双方的辅助也是都带的虚弱 然后那就全爆人 中路的话全都带的 这个幽灵击步 加上闪现 那就是打不过就跑 下路就是打不过就虚弱闪现治疗 然后中路是打不过就跑 上路就是上路的话 没没什么可击杀的 上路慢慢磨吧 就敢打野了 这边蜘蛛的话应该会帮助肾吧 然后YG这边的话 这场又是无敌消耗局 二十分钟之后 我们再来仔细观看一下 现在一丝一丝就好了 中路这边吸血鬼带的是多兰顿 然后维鲁斯这边带的是蓝宝石 这明显的就是大poke 互相消耗一下 这双方的话比较明显 还是这个非常gay的一个皮肤 gay的一个皮肤 你不觉得很gay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下路是这个天使的 这个维鲁斯配合上那个粉色的那个泡泡袜的那个宝石 是醉鸡下路 就无脑 就看着你看着就恶心 这套组合也是非常bug的 给对方造成真实伤害 对方看着都不想给你兑现 兵线都不要 双方还是比较常规的 想要在线上先到二级 然后im这边是沙尸的狗 这边是沙蛤蟆 沙蛙 沙卡拉卡 沙蛤蟆 然后看一下这边 yg在发信号就是他在预测蜘蛛的位置 双方的话 yg这边是并没有选择蓝开 蓝应该是还是要让给 自己的这个队友 双方还中了一个 没有打中 如果刚才那边蛤蟆能碰一下的话 定住EZ觉得能给EZ消耗成残 之前没有打过 一个甘生W的话 就只是单纯的造点伤害 近在线上还是消耗能力很强的 EZ前期对线真的是怂 没有办法 双方大英雄都在打自己的下半区buff 打完之后看看是不是要直奔下路 给河道插个眼 双方都已经打完了 这边蜘蛛是优先打完 然后去刷了一波河道的河蟹 然后是转上路打蓝去了 就是YG前期还是没有想干个 还是目标直接转上路 蜘蛛这边的话应该还是也是在刷 还是不着急 因为这边冰线推得太深了 YG这边下路推得太深了 没有机会干坑 看一下这个YG这个蓝是不是要给血鬼啊 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第一个蓝要就直接让给中路了 但是血鬼这个英雄的话其实对蓝的需求并不是很高 还是自己拿了 M这边YG可以都帮一下中 YG这边可以都帮他上过这边应该差不多 毕竟吸血鬼不太好抓 YG这边在杀上路河蟹 蜘蛛把下路河蟹杀了 两边都是杀了一只河蟹 然后看一下这边挖掘机应该是转中路 让上野区扫一轮插了一个眼 蜘蛛这边是绕了一轮 然后队友发了信号那边有眼 这波扣哥打出来了 看这边扣们哎呀一个意没有意中 那这样的话蜘蛛鬼是走了 YG这边是杀了 这边是混个石头狗 然后要转中吗 应该是过来帮蜘蛛鬼了 直接看到蜘蛛在下面了 所以偷一个四鸟 能不能滚住啊 蜘蛛还在 蜘蛛直接转下了 中路这边是确实感觉这个杆克有点 收益有点低 哎还是回中了 就因为第一波没有打中 所以第二波要消耗一下能走的 成功大野英雄都是很尴尬 这个这个现象 真的你很难抉择去杆克谁 成功率都太低了 中路这两边是 你都没有什么留人技能 这完全是就靠打野一个一个技能 维鲁斯是涉嫌达到了五级 维鲁斯这边现象压制还是很强势的 他这边是线上没有控制打野就很难受 下路这边可以看到 劲跟塔姆是完全压制着 艾艾的下路 一直把兵线压到塔下 这个时候其实对这个 挖掘机来说是 很好杠克的一个机会 但是这块塔姆 挖掘机 击飞 击飞到 闪现 哎呦 残血 这边是 直接这个幽灵级步加上闪现全焦 双招全焦了 现在维鲁斯就非常尴尬了 虽然你是能炮的 但是我这边把兵线让出来之后 你在远处 你要不然就纯纳技能消耗 纯纳技能补到 要不然你就别出来 你双招全没了 维鲁斯没有位移 必死 这边现在下路的话 可以看到 进这边是有一个 微弱的补刀领先 但是并不重要 这应该是一个 就是常规的发育啊 蜘蛛应该适当 来帮驾上路了吧 我觉得前期圣 如果发育的好一点的话 对 这边是有很大优势的 杀不掉 可能他没有到时候 这轮的打野是非常无聊的 应该是 这轮看阵容来说 你就选一个刷子的打野 会特别好使 因为大家都不会 就没什么可尴尬的机会 你就一直刷就好了 刷成神 这时候想的个男枪 对队伍来说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他又怕前期的话 对方抓 自己这边不抓 这个真的是 如果打野闪了一个男枪的话 到后期团会好打很多 你说 IM这边还是IG这边 哪边都是 可能IG这边的话会更加优势一点 因为他这边 并不需要这个蜘蛛肉 所以你要选的话还不错 然后IM这边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打野英雄稍微肉一样 直接偷了一个红buff 偷完赶紧丢 然后还偷一鸟 这时候蜘蛛赶到 蜘蛛绕一下 绕的方向错了 从这边过来了 但是应该正好看人家打完 走掉 完了 自己丢的有点多 翻新号 蜘蛛感觉无叶科打了 不这样 应该两边的唯一的博弈 就是互反个野了 互相抛一下 EZ跟巨魔还是挺谨慎的 看到他们跟GIN 一直不停地上线压 也是并不去给他们一个机会 没有 他没有跟着那对拼的能力 就只能在这就耗着就好了 反正我不抬亚刀 我也不亏 前期我并不跟你对刚 还不错 砍小刀还可以 没怎么弄 这边维鲁斯拿了一个蓝buff 开始疯狂poke了 这边蜘蛛是 过来帮一下忙 真眼拔掉 省一个假眼 但这边插不掉了 蜘蛛这边 貌似是对小龙有点想法 先杀了河系 转下路 双方打野营销都在下路 应该是下路有机会 有可能会出现第一次正面碰撞 好 双方打野都插了一个眼 走了 但娃尔基这边欺而不舍 娃尔基这边还是有想法的 维鲁斯是在看要不要去下路 但是发现好像打野并没有想开团的想法 蜘蛛这边应该是直接转龙了 直接开龙 知道这边下路没什么机会 然后对方线上一旦没有英雄之后就知道 肯定过来抓直接后撤 这个龙也拿不掉 哇还有个直升危机的影子呢 开大跑 这边是 双方的闪现都交了 然后看一下下路这边貌似 直接渗传过去 大的威尔斯 嘲讽中 蜘蛛这边斩杀 拿到了医学 拿到了挖掘机的医学 蜘蛛鬼这边直接开机步 迅速就跑 这个血量很诱人 自己就虚弱 交血池 能不能等队友过来 交闪现了 这边聚魔一个人往前顶着 EZ在后面打不出输出 没有办法 他们的血比较残 时间太早了 EZ现在是还在发育 发育不起来 粘一下敌人一个闪现 圣残血直接拿到了三个人头 这个龙是放弃了 血量太残了 马一机直接传送 这个大招到上半部分野区 然后没有办法刷个死鸟 打不过年怀 还打不动你的鸟吗 这部团IG把优势打回来了 什么叫优势打回来了 打出来了 打出来了 现在这个还是发育得比较不错的 而且上路这边肾拿了两个 然后进拿了一个 船长有点尴尬了 这肾 这装备这么好 护甲这么高 我怎么崩他呀 崩不动了呀 而且刚才他差点单杀我 现在 装备又这么好 感觉有点崩崩的 就虽然不至于崩吧 但是感觉自己起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对这肾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而且肾这边无论是传送 还是开大 船长也很尴尬 船长只能在你飞走之前 给你一枪 对吧 这也只能干这么多了 送你一个 下路进这边的刀数是领先EZ很多 而且还有一个101的一个数据 EZ这边更要猥琐发育的 是没有办法跟正面对抗 曲摸这边是 就是看一眼这个小龙 没有好 对方没有去 继续回来 EZ怎么会跟进的刀数差这么多 一直塔刀啊 塔刀的话不稳定因素是很高的 YG这边船长支援 等于这边是一个 可以理解为四打二的一个套路 他母吞掉尽 那这样的话就是double kill 直接double kill 他脱影不吞都是double了 直接吃掉 剧魔残血 哎 没死 周围周围你看队友立刻清兵 清掉一个兵之后 剧魔就回回来了 这样的话IM是吃掉了对方下落两人 刚才塔姆那波吞啊 就其实就只要一吞进去 就意味着是双杀了 这个位置的话 近的近是其实 有机会能走 嗯 剧魔黏住了 不太好 他的闪现交过了 要不然那种情况下就是 你吃完之后立刻就吐出来 吃完之后立刻吐出来 因为你那样的话 你吃到他你减速 你速度是很慢的 对方就直接给你围住了 圈起来等你吐出来 而且刚才那边是船长 直接支援了一个大招 等于四打了 确实是有点难打 那个大招减速范围还是很恶心的 太大了 这边直接表示先推吧 开W 这样明显是这个 姿态说先不推 不着急 然后这个小孩就走了 下路刚才塔姆跟进的两个人头 是一人给了 EZ一个 剧魔一个 让EZ在前期 缓回来了 不会更乏力 辣了30刀 也 就单纯的辣了30刀 看得出一直在赶这个刀树 双方还是一个持续发育的一个阶段 双方现在经济是完全持平的 一百都不差 圆头树也是在不停地追着 你追我赶 诶 定住了 够不着 没有想追啊 蜘蛛这边是想清零 这边应该看到了 对 这边应该看到了 这边应该看到对方 双方护清一下眼 但是触发了龙 这个尴尬了 蜘蛛挨了两下脆 上路船长真是难打呀 跟刚才下路EZ是一个状态 就没这边还是控着视野的 就防止这个丢龙 一旦看到蜘蛛 诶 这边应该是知道 诶 塔姆过去了 而且那边有视野 能看到他们开龙 看到他们开龙了 八语机赶紧赶过来 这条龙能不能抢着 下路是 你看下路还发信号 这八语机在发信号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就是EZ跟巨魔两个人 知道对方在打龙 然后俩人还在补现 队友发信号 问他你在干嘛 这个就是内部沟通的问题了 因为他非常明显发信号 发了两三个信号 告诉你在干嘛 对方在打龙 这时候巨魔是控一下 小龙的视野 然后发现 哎呀 小龙真的没了 好奇怪啊 我刚才看的还有呢 刚才 我刚才的预判是对的 果然他们刚才在打龙呢 是这边是直接回家 看到了 看到了吧 这机在偷 要不要上呢 这是人家自己的 哦 对 迷了 EZ这边残了 刮一大招 清掉兵线 然后把这波兵 把这波炮车吃了 就可以回家了 这个炮车一定要吃一下 吃点炮车 打一拨 炮一拨 直接回家 然后就让你让我上转 对 这边 他说 他说 我刚才 我刚才对 我刚才对 你让我上车 没了 我 就是肾我也打不死 然后他去支援的我也没招 我只能看着 就是他飞过去 我能甩个大 肾这边直接绕 绕以后传送一块 吃一个果子 就生号 船长没有还手能力 回头打一下 不疼 完全不疼 满血 换半血 船长太尴尬了 想回一场 还有舍不得这波兵线 跑车呀 对 好在船长倾向能力快 然后自己手里有传送 如果这边再被压一轮的话 可能要交闪现了 塔下的话 肾还是 我觉得还是有能力的 蜘蛛赶过来 这轮要强杀 撤一下 这犹豫了一下 这直接变成 本来是想强杀 他变成推塔了 怎么不动了 上路这边直接推掉 然后可以看到 肾这边 直接是飞了一下 蜘蛛 蜘蛛顶塔顶残了 差点死了 这肾的大用的有点浪费 这浪费了吧 肾自己在那几乎是一个满血的状态 然后蜘蛛顶塔 差点顶死 然后肾把大用了 哎呦 第一枪空了 第一枪没中 第二枪也空了 哎呀 哎呀 还好中 这再中一枪就杀了 对对对 就剩一枪前两个全空 他只要中到第一枪之后 对方一减速就稳稳的杀 你后面都不会空 但是就前三枪 这个减速都没打中 真是尴尬 那么好的位置和视野 哎这今天状态不好啊 YG这事直接来下路 看一下这边蜘蛛也赶过来 直接YG听到 发了一个信号 取魔的状态不好 两边打也应该撞上了 直接抓一下 住这里边占了一点优势 直接把挖掘机压残 挖掘机走人 血鬼这边没有 没有什么办法 帮不上忙 全场最嗨的 基本上那一个怪 都是峡谷先锋 很少有人打他 所有怪里头 爱打次数最少的 应该就是他了 那血鬼这边 对吧 也是 哎下路这边 上路这边吗 下路 下路 下路这边是强杀掉了 EC 这应该是蜘蛛定上了 嗯 又是这样啊 进塔姆蜘蛛这样子的 有一个三角组合 控制输出啊 保人能力都是全的 下路这边回家 现在 IJ这边是5比2 经济上有一个越弱 非常微弱的领先 因为这种消耗局 其实真的超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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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出优势 就是一点点的优势 慢慢的消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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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对方 就在没有冰线的情况下 这个水路 哎这边直接控到挖掘机 然后这边血鬼交血池 交了闪现 杀掉了挖掘机 把吸血鬼的双招逼了出来 船长一个大招 哎维鲁斯 哇 最后塔姆一个神痴 救了一下残血的维鲁斯 赶紧吐出来 我刚才好悬呀 EZ那个大真的就要挂中维鲁斯了 塔姆一个神痴 维鲁斯刚才 估计都吓尿了 然后塔姆一吃就直接尿嘴里了 直接要这是要转龙吗 不转 不转龙啊 还是要轻 还是要下路吃一轮线 现在两边ADC的这个 刀数差的就非常明显了 数据也是 但是EZ是一个这个 蓝EZ啊消耗了 前期的话肯定要怂 就看中后 这个视野控住了之后对小龙控制是非常有利的 这边现在装备是真好啊 220的 全场啊 不是进是全场队的最高比他多6的 iG这边三路过200 iG这边是ADC还稍微差一点 真爱之剑 还挺好看的 射中谁谁就是我的真爱 心动女生 这边还是想抢个鸟啊 哎 空住了 空住着 维鲁斯接大 这大招 正好钻了吗 好悲伤啊 这大招完美 几乎是完全抵消了呀 一嘴刮了一个大招蜘蛛这边搬血了 这边能不能泡克最后一下 没有机会了 这个不太敢往里跟进了 这种局 不用看人头 不用看经济就看塔 这种局塔是输赢的关键 拿塔多 胜面就高 拿塔多就占领对方野区就大嘛 占领野区的话 就能慢慢的再把经济滚起来 控制对方的经济 然后经济差距扩大 最后就容易 M这边有抱团想推庄路的趋势 打不起来的 哇 维鲁斯直接闪现大招 控住 然后进这边一个W街呢 秒掉了 漂亮 回头之后点剧魔 就得你最肉的杀 还真难杀 哇 穿掉了一个大伤害很高 维鲁斯这边残血 直接后撤 然后剩一个进在前面 一个人 后面队友没有了 忽然发现有点寂寞 一个嘲讽 嘲讽到三个 他们这边残血死掉了 血鬼这边伤害爆炸 有没有机会开锐 直接大招 救一下维鲁斯 嘲讽住了 漂亮 最后一个神救 全残血 操作细节上不得不说 爱这边还是非常细腻的 这波团战的话 直接杀掉了对方四人 一人残血 自己这边是一换四 而且换的那个一是辅助 一换四 二塔也退掉 而且刚才塔姆那边 其实塔姆是可以不死的 他大概剩个 刚才剩了不到一百血 然后在前面晃悠了好久 他而且自己有闪现 他要往后撤一撤 其实能活的 真的能活的 他可能这边是 这个想要保人啊 而且塔姆的几次 在团战中保人 是非常炫酷的 爱这边刚才也是 看EZ不在 开团的时候 EZ是最后赶到的 其实就爱这个 上来就被肾打了残血 爱这个阵容的话 塔姆的这个想法 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波 打的具体细节 这边直接是 先控到了 哇嘰嘰嘰 秒掉 然后剧魔 一个人在外面 然后圣这边 嘲讽一下 看一下这边 船长大 伤害非常高 船长大 伤害非常高 两个ADC 都往后撤一撤 然后塔姆这边 血量 看血量很低 然后还在这边 就浪一浪 死掉了 死掉之后 接下来看圣 圣的操作 非常到位 圣这边是直接 大残血的维路斯 然后嘲讽住 控制住 圣的操作非常亮 圣刚才追EZ 追得有点深 塔姆是想保一下 而且他最后 在对方逃跑的时候 他一个人追的 非常靠前 然后再回头的时候 最后一炮 回头的时候 直接嘲讽到了三个人 给自己的队友 一个特别充分的 这个输出时间 刚才这波团战 MVP 真的是MVP 太凉了 而且最后 那个大招 保贝鲁斯 也是非常的 决绝 这边3比11的 一个比分 看到了G魔 捆住 我直接放大 回头放大 捆住 就是 IG这边呢 就一开始说嘛 蜘蛛 加上肾 然后进 这都是控制非常强 然后 IM这边缺乏控制 EZ不行 然后血鬼不行 YG的话拥有脸 船长的话不行 就没有控制 对方想走 就走了 就只有船长扔一大招 你能减速到 你能留住就留住 留不住就再见了 这边抓到进 应该说 进是跑了 但是塔姆这边 过来之后 对方不追了 这个位置 没抓到进的话 有点伤 船长连大都交了 太伤了 就是他们 就是留不住人 船长一个大之后 对方走了 那对不起 就是走了 没有一个空 这边无论人 甚还是蜘蛛 还是怎么样 维鲁斯 维鲁斯这边 哪怕我就随便 Q中一个人 然后进在后边 接一个W 对不起 定住了 我就直接能想 留你留你 随便打他 就能留住人 而且近日在 超远距离定人 然后前面的 肾啊 蜘蛛啊 在随便一接控 你怎么可能能 能够跑得掉 3比12 这种消耗阵容 打成这样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的翻的 消耗阵容 打成这样是没有的翻的 就这种局要想翻的话 必须得等40分钟之后 然后大家都六个神装了 那个时候你前期的任何优势 对不起都没有用了 大家全六个神装 你身上每个人 你优势这边 可能每人身上带着三四千块钱 你没有东西可出的时候 然后对方也六个神 这个还是很难的呀 你得保证优势方 不会在你发育的时候 优势更扩大 你才能控制住 对方的扩大的优势 你才能够在 在神装的时候 能跟对方一看衡 IG这边是准备 想打这条大龙 针眼差的还是很多 视野控制的很好 想要抓一下 没有填着 进 进开这个大 这大招张了 金身 塔姆那边想追一下 挖掘机过来支援 这边是留住了塔姆 但是并不想打 没有办法 他们太热了 EZ刮大 请理想 这个塔还是想留 聚模一个大招 一个E技能 直接留住一下 但是没有用 这边没有人敢去输出 EZ到现在输出还不行 这边挖掘机直接大招 过来之后也不敢绕啊 圣带下路开开心心代谢 你们打着 对吧 我有传送 你们耗着 我有传送 这应该撤一撤了 这边是直接泡个死了 巨模 然后侧面看见E发掘机 能不能留一下 没有机会 圣这边下路也带到了二塔 还在快乐的拆着 船长这个大招 哎呀大空了 尴尬 圣直接嘲讽噓鬼 一个W技能接住 雪池 但是之类 哎 维鲁斯这边是闪现一个Q 直接收掉了EZ 这时候圣直接过来 三杀 维鲁斯拿了一个三杀 这样的话只剩一个 没有大招的船长 IG这边直接翻新号 我们来大龙了 不着急 这轮大龙之后 回家补给一轮 一波 直接一波一路 直接一波一路 现在感觉形势非常的恶劣 这种阵容的话 真的太没有能翻的了 真的没有能翻的 只能等自己这边的六个神 对方六个神之后 我们拖拖拖拖到自己的六个神 打一波团战一波带走 所以是这样子很难吗 你怎么能保证对方在神装的时候 你能够拖住对方 自己烈尸那么大的情况下 就是发育嘛 耗就是发育耗 发育耗发育耗不停的发育耗 但是对方这边还有控制 关键是对方有控制 只要他抓到你单的话 你是必死一个节奏 三个人四个人抓你一个 抓完之后就推线 你就不敢打团 你本来就劣势 你还少个人 在AG有这么大优势情况下 都不会给M太多的时间 让你去耗的 现在就是抱团四一推 对 我知道你根本打不过我 圣就宰败的 就无限四一推 无限四一推 你一个围得四一个进 远处的poke 蜘蛛这边再收一下 跟圣在收下人头 根本没办法打 这套阵容就是 IM这边没有突进 没有留人 你留不住 对方想走就走了 你杀不掉对方的人 你怎么跟人家打团 IM这边倒是有自己 比较较强的生存能力 但是 IG这边的控制也是太多了 就直接消耗 你看就对方 对方 就没有办法能留 IG这边谁想走谁走 你好不容易把一个人打到残血 他们直接吞人走掉了 就你杀不掉人 你又留不住 对方想想打 想跟你打就打一打 不想跟你打就直接走掉 维鲁斯已经 输出爆炸了 707 300刀的维鲁斯 他们跟圣顶到前面 就在后面狂输出 300 一个Q啊 我看EZ一半的鞋都下来了 小龙 一条黏糊糊的小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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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死亡 慢性死亡 这种局啊 自己打起来 我觉得也是挺难受的 路人局的话会投浪 就一看这个数据 就投浪 而且就这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比如说 我使个妖姬 对方有一个维鲁斯 他装备比我好 但是如果我抓到 他一个失误 我能秒他 我能赢 有机会能赢 但是这种时候 虚语鬼打维鲁斯 就是我就是不行 我只能跑 我打不过 我就是打不过 我很少能找着机会 能够秒他们这种 核心的成员 就是你这种 都是一个硬操作 硬就是装备堆起来的英雄 在对方装备 不到那种逆天的情况下 你也是没有机会赢的 就两边对 你装备就是好 那你怎么办呢 直接强拆 船长一个大招 想留人 但是没有办法 对方不给你打 想走就走 船长的这个大留人 就是唯一一个留人手段 圣就一个人进来 朝风 打我呀 圣都不掉血 就四个人在努力地输出 一个人牵扯四个 然后再嘲讽 四个人真的在努力地输出 然而圣并不掉血 只能说姿态的圣 实在太好了 哇 这只要抬 顶卡 我以为要顶卡死了 绝对碾压 真的是绝对碾压 同样消耗的一套阵容 绝对碾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K